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约伯纪第四十章 约伯纪第四十章是神继续在向约伯讲话 在其中的三节到五节 插入了约伯对神短短的回应 其中在我们读四十章和四十一章的时候 这两章的思想和脉络主题是一致的 四十章是神借着河马来告诫约伯 神所造的自然界中有的大型的兽 是约伯连同世人都不能制服的 而第四十一章神就在向约伯讲到鳄鱼 我们先把本章分一下段落 我们将四十章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一到五节 神质问约伯为何与神强辩 约伯在神面前回答自己是卑贱的 第二段是六到十四节 神问约伯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像神那样的绑壁 可以制服骄傲的人与恶人 第三段是十五节到第二十四节 神向约伯讲论河马 预指为如果连河马都不能制服 那么若在神的面前谈论公理 伸张正义 那就会希望渺茫 所以应将这一切的事都交付神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解释 七节到九节 经文这样说 你要如勇士束腰 我问你 你可以指示我 你岂可废弃 我所拟定的 岂可定我有罪 好显自己为义吗 你有神那样的绑壁吗 你能向他发雷声吗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在昨天我们所看到的 从三十八章的第三十九节 一直到第三十九章的第三十节 神就向约伯讲述了 他所造的旷野当中的活物 和鸟类猛禽 神向约伯指出 这些神所造的生灵 都按神赐他们的秉性而活 都不是倚靠约伯的饰养而生活的 这就表明离开约伯和世人 这些动物可以悠哉悠哉的生活 全然的自由快乐 所以神是向约伯讲明 人完全无需介入神的管理 宇宙外有的一切是倚靠神而存有 不是依赖人 接着在本章四十章和下一章四十一章 神就再向约伯讲论公义的问题 所以神再次的以动物为比喻 向约伯告诫 约伯是无法驾驭并治理神所造的世界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一到五节 神质问约伯 为什么与他便理 约伯自认谦卑 研究圣经的学者们告诉我们 在一到五节中的第二节 神向约伯开口说话 所使用的是法庭上的用语 这是因为之前约伯一直要和神上法庭 约伯要在法庭上向着神为自己便区 但如今神问他 强辩的 岂可于全能者争论吗 与神辩驳的 可以回答这些吧 神透过举例 现在就给约伯机会 约伯可以在他面前 有机会做长篇的陈述 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讲的 该到神给约伯说话的机会时 约伯却没话可说了 第四节他说 我是卑贱的 我用什么回答你呢 只好用手无口 我们在前头说过 人与神交往的经验就是 当我们没见到神的时候 我们有着万千的问题 可我们一见到神的面 整个的生命的疑难 困窘 挣扎 就会消融在 他的信实和荣耀的面光之中 人所带来的问题 从来不是 从神在理性的向人回答中 所解决的 人最要被神彻底震撼和改变的 乃是要透过神伟大的属性 也就是他不便的怜悯和信实 公义和慈爱 而软弱的人一在神的面前 那原本已经近乎扑倒的生命 立刻就可以被更新 也可以被重建和兼顾 约伯在第四节的回答 非常的谦卑 他首先声称自己是卑贱的 意思是 我不配 我没有什么价值 我没有资格 没有什么权利 要和神辩论 所以我们看到没有 约伯在期待见到神的面的时候 说话极其的大胆 口口声声 表示要与神理论 可是真的在神的面前 是那柔和 充满爱意的 圣爱的光芒 立刻就会让人 内心和灵力的尖兵融化 所以约伯就表示 自己现今只能做的 就是用手无口 要知道从前 按约伯所叙述的 像29章的第九节 每当他在众人面前出现的时候 那曾经立即就无口的 就是那些碰到他的人 而且那些人 甚至都有着极高的社会阶层 可是一样的 他们都必须在约伯的面前 毕恭毕敬 但如今 无口轮到约伯了 他要在神的面前 无口 这样免得他 在神的面前造次 会说出不当之言 所以弟兄姐妹们 那向来 真正能跟神 建立美好沟通关系的 与神的灵 有美好交通的 一定要先学习 在神的面前安静 等候 懂得真正在神的面前静默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得到神 继续的答复 以及他 无微不至的安慰和帮助 我们必须得说 那喜欢带着自己的问题 来到神面前的 然后不懂得 安静 先沉默在神的面前的功夫 他们的生命里头 就将会 像那无法平复的狂浪 带出来的永远是 个人的情绪 和思想当中的 繁杂的噪音 所以记者 我们真的要懂得休息 先懂得谦卑 再懂得在神的面前安静 而且最根本的 就是不要与神争论 神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带出给我们的答案 约伯在此时 已经懂得带着谦卑 但是若严格说来 按神接着又用两章的经文的篇幅 向他讲话 就说明约伯内心 还没有破碎到神满意的程度 他已经懂得沉默不语 愿意听神的话 那么神就有必要 继续的向他的心讲话 那接着就是第二段 从第六节一直到十四节 第六节提到 神又在旋风中回答约伯 第七节 是先让他如勇士束腰 然后神就要问约伯 听约伯的指示 从第八节到十四节 透露出了这一段圣经的主题思想 约伯在之前 不是一直在话语当中 质疑神的公义和公平性 其实一讲到公义和公平 就涉及到了 神在人世间管理的 治理方面的问题 那神在上一章已经提到 能给神所创造的世界 从自然的方面带来管理的 包括野地里的活物的 生存的资源 都是由神 这位造物主带来的 完全不是由约伯 和像约伯这样的世人 那么若接着论到神的治理 尤其是涉及到 人世间的公平公理的问题 神就要问约伯 你有神那样的绑壁吗 你能向他发雷声吗 这是讲到神的能力和威严 第九节 而第十节 神则同样提到 约伯做不到的事 约伯实际上 无法以荣耀庄严为装饰 以尊荣威严为衣服 约伯无法发出满意的怒气 见一切骄傲的人 就能使他们降杯 见一切骄傲的人 就将他们制服 把恶人践踏在本处 并且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 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 神告诉约伯 这一切都是约伯做不到的 若是约伯能够做到这一切 神说我就认定你右手能以救自己 这是从第十节 一直到十四节 神向约伯所说的话